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很感謝世界各所在的台灣人 大家用你的愛心繼續關心台灣的事情 我是劉營輝 在洛杉磯台灣會館的黨首長 主張上禮拜 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在CNN的訪問中間 他既然說 台灣過去 現在都不會 絕對不會要求 別人為台灣來修正 我們也不希望這個事情可以發生 但是總統的官司 既然說到這件事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不必要懷疑 他和中國到底有什麼樣的策略 哪會在這個風潘全世界都在看CNN的事情 他可以說到這麼嚴重 就是世界大事件 少爺英國首相他也說 共產黨就像一隻國旗 國旗 他在你開口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在笑著 還是要替你聽吃老百 所以一個總統可以這麼天真認為在他的任內 可以和平和中國來相處 他想說可以雙邊協談 就能維持和平 這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看法和公反 最負責任的應該是考慮說 所以有壞戰爭的事情都可以發生 你有這個能力來考量最壞的戰略方式 才有法度真的維持台灣的和平 是不是這樣 所以海外台灣人 受到這種講法 真的是很痛心 特別我想我們發牌的朋友 例如我們台美人30年在美國一直在經營民間外交 就是要讓我們美國的朋友可以了解說 為了民主可以在台灣 真正正正在台灣 我們台灣不管人對台灣國家認同 同樣也不同樣 他們都可以平定享受到民主自由的 一個很幸福的國家 但是馬英九並沒有認為說 維持台灣的和平和沒有戰爭 和像是世界各國在 可以來支持我們的盟國 可以來特別是美國 是我們過去過60年 維持台灣在這個太平洋的和平 是最大的盟國 他既然這樣說 所以大家感覺說很憤慨 我想我們要再繼續做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為台灣來打招 不過我們也要堅持 勉勉勉勇這種不負責任的台度 一廂情願的認為說 在他的任內 他有法度來維持和平 他就能鼓拽 他的最大的盟國的贊助就對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牽制他 要怎麼牽制他 我想海外有台灣人應該有其他的方法 海外我一定要一條心 2300萬台灣人最好就是你的選票 你一定要去選出一個真正用心 用他的行為來愛台灣 以台灣2300萬台灣人的幸福 來做他實情 他的施政最大的考量 特別台海和平沒有戰士 你最大的就是要有一個最大的靠山 你不想跟中國用滾頭部去比 所以我是希望馬英九更正他的公法 可以讓台灣海外的人都可以放心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